他第一年去投的時候 是另外一家公司也有去投 不是只有他 那宏基因為名氣比較大 重點是計畫主持人是詹善政 如果這個計畫主持人不是詹善政 這個案子宏基也拿不到 所以後來到了第二年第三年 就用同樣的研究方法 同樣的研究的這個方式 要求的項目 讓詹善政繼續去蒐集第二年 第三年的資料 那他最後的這個結論 如果他最後這個結論 還是抄襲別人的報告 這事情就大條了 因為農委會是希望說 因為你比較有經驗 你比較懂得比較多 你可以幫忙蒐集這個資料 告訴台灣如果要發展農業科技 應該走哪一條路 哪一些可以做 哪一些不要做 當時的目的是這樣 可是如果這三年的計畫 沒有多大的進展 詹善政也要跟各位解釋 對 但這樣看起來 這個問題會不會越滾越大 哪來出意 看起來這對詹善政後續 他還選得下去嗎 會不會有外溢效應 這看起來如果問題更大 當初只因為看在 宏基的名氣大 詹善政的名氣大 那顯然這個背後 恐怕還有很多的 可能甚至是 弊案的問題 我覺得這個問題 讓大家覺得百思不得其解的 就是週刊踢爆的時候 是八月底到今天九月十六號 已經快要三個禮拜了喔 事實上這件事情 他可以不用用這種方式處理 他趕快出來面對就好 因為我覺得不論是宏基 或者是說對於張善政來講 這就是一個跟政府所簽的一個 五千七百多萬的計畫案 你是拿錢就要好好辦事 那你違反了這些相關的規定 就像剛剛預算也講的很好嘛 在十幾年前 也許比對沒有那麼容易的時候 那你可能會認為是說 好有一些失誤 你就好好出來講清楚 可是他是三個禮拜 讓事情越燒越大 甚至於還拿出終身保密這種 大家聽了都覺得你是三歲小孩嗎 你自己講的出來 我都幫你感到 真的是你自己不覺得尷尬 我們都幫你覺得好尷尬啊 對不對 那像這樣的匪夷所 是他是讓這個整個 所謂選戰的這個危機 越滾越大 越滾未大 我坦白說退一萬步想 合約絕對不是抄襲的車修部 你只要抄襲就不對 尤其是這誇了五千七百多萬 政府的預算 希望讓你的是去做一些 研究跟分析報告 結果你現在被判定 有六篇以上 是有問題的時號 六份是六 這是六份不是六頁喔 那麼五千七百多萬 難道這些錢是給你去做抄襲嗎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這個錢就太好賺了 所以我要回答 那中將的問題是說 沒錯 這個現在往上去燒 或者是往上去處理的時候 我們要開始處理的是這五千七百萬的 包括過去第一次第二次 再後來接下來的付款 為什麼他輕易過關 對 那麼這個合約 因為其實事實上 我們之前都有討論過囉 在這樣過關的過程當中 他都是在2018年520交接之後 因為很多人都在講說啊你這個過去給他簽約的時候 那你也是在你後面到後來就是民進黨執政的時候嘛 但是我們要知道的是事實上他是特別過渡到馬英九的時候 因為第一次開始簽約我想預算或是做過政府的工程都知道是一旦簽約之後會先給一筆的款項讓你去做研究 讓你去做了解可是這第一筆的款項是簽約之後就會達成 但是第二筆第三筆之後就回到了馬英九的時代 而馬英九的時代在這些合約的過程當中有六篇高達六篇都有抄襲的狀況 而為什麼在這些把關的公務員當中你沒有抓出來 甚至於現在大家都在追的時候 這些東西都已經上網了 而這五千七百萬我必須再次強調 這水球越滾越大 而這個危機全部都是自己造成的 因為他從頭到尾他不敢面對不想面對 我要回歸到是這是一場市長的選舉 你想想看第一個過去大家質疑的 如果五千七百多萬都是用這種抄襲的方式來做處理的時候 未來一千高達一千多億的 你當市長之後會不會是災難啊 你怎麼樣處理這些預算 再來是如果你這麼不守法 你遇到事情就是不想面對想躲起來 認為躲在沙堆裡面就看不到 那以後這更是一個災難 你根本就是一個不願意面對市政問題的市長 那這樣的人你有什麼資格來選桃園市市長 選首都市長要講出未來台北市發展的方向 要跟國際大都會來要一起這個競爭 而不是都在講一些甚至是一些負面選舉 因為藍營最近一直在狂打什麼打疫苗等等 都一直把台北市民甚至是台灣的民眾 往後去倒退 拉回去年拉回20年前30年前 來益川兄 因為現在王鴻威有講啊 他說你綠營不要打負面選舉啊 然後呢這個他準備呢 這個綠營準備四大菜要來打蔣萬安 說什麼舊文蟲草啦 在美國的經歷啦 居住正義啊 還有蔣萬的紳士之謎啊 講別人不要打負面選舉 那國民黨現在在打什麼呢 如果王鴻威是蔣萬安的發言人 那我覺得蔣萬安的陣營太遜了 這幾個題目啊 如果都講得出來 那這檔選舉蔣萬安就會贏了 因為這些不是選民關心的課題 選民不關心說他在美國是不是真的當律師 因為他從來沒有表現過他是一個律師的樣子 那他有沒有緋聞 這個現在的市民也不關心 市民在乎的是說 那你以後當台北市長 你會不會這個抗中保台 現在叫你簽這個不投降的這一個承諾書 你到底你的心裡面會想什麼 會有人拿這一張去給陳時中簽嗎 陳時中不用簽啊 陳時中的臉上就寫說他抗中保台了 他過去的行為就已經是了 是這一些人才需要去簽這一張 讓市民能夠放心 剛剛提到這種改人設 改人設改最多的就是蔣萬安 你以前會想像蔣萬安的嘴巴 會講出白癡這兩個字嗎 蔣萬安這幾個月開始改變了他的人設 他開始罵人 以前蔣萬安的樣子 就跟最早期的馬英九是一樣的 就很少罵人 然後這穩良恭儉讓 那看起來就是一個外省的權貴 那很早就到美國去讀書 在美國拿一個很好的學位 然後回來台灣 就說他是蔣家的後代 然後就開始去選立委 他原來的人設是這樣 那他下去做了這一個調整 調整了以後我覺得 對蔣萬安本來有期待的人 就開始慢慢的失望 那黃文珊珊也是一樣喔 黃珊珊跟蔣萬安現在因為擔心被棄保 雙方都擔心被棄保 那最後就回到自己的舒適圈 所以黃珊珊才會說他是湖南人 可是呢他又轉身又遇到這個中間選民 又遇到在在台灣長大在台灣出生的這些人的時候 他覺得他老是強調自己是中國湖南人 他就沒票 所以他就回來解釋說 那是內湖跟南港 所以他自己不斷的在調整這樣的一個人設 所以這兩個人現在都陷入了 要回頭去拿森南的選票 要回頭去拿所謂的中國各省級同鄉會的選票 各位想想看喔 誰出去才會嗆我自己老大是誰 就那種黑幫的湊塞 那種小弟 出去的時候開始要幹這裡說 你們大的是誰 你們大的是誰 現在蔣萬安跟這個黃珊珊不是一樣嗎 說我是中國湖南人 所以請湖南的同鄉都要支持我 那蔣萬安說我是蔣家人 所以如果支持我阿公的 支持我阿做的 你們都要支持我 這不就跟那黑幫小弟 在嗆自己的老大是誰一樣嗎 選舉選到現在這種樣子 其實都很可憐 一個首都市長的選舉 我們也都只有看到陳時中在提政策 陳時中大概現在平均大概一個禮拜 提一個到兩個政策 那些政策不只是學者專家 包括有些工程界的朋友都一起參與進來 都不斷的在討論各式各樣台北市要處理什麼 我們有聽過蔣萬安提 蔣萬安只要一開口就失去 上次那什麼公車APP 我是學交通的 市區公車誰要用APP 你預約了 預約那個位置 然後你沒去坐那位置 誰敢坐 這種莫名其妙的 蔣萬安現在慢慢的被檢驗的這一些課題 那就最後就回到像王鴻輝這樣的人 自己去提了這些題目 他是打預防針嗎 不然他故意去講這些 其實這個外界也沒有在吵啊 那都是自己想的 自己想的 就是說如果這個是蔣萬安的陣營 認為就是這四件事情 那你們太遜了 要打蔣萬安不會打這四件事情 如果這件事情都已經被講出來 那就不是秘密了 他故意講然後來賴給綠營 說綠營要準備這四道菜來打他 不是就是說他自己 可能是他自己想要講 他講了這四題 然後他自己可能有回應要等 真正選舉打到最後 這些題目都不重要 蔣萬安他家很有錢 蔣萬安是權貴 住在很貴的房子裡頭 沒有人覺得很奇怪啊 選舉是這樣啦 副教會就說蔣萬安你這個樣子 的這個樣子 如果拿了一個爆料出來 跟大家原來的期待不一樣 那才是料啦 你去報說蔣萬安住在很有錢的地方 蔣萬安在美國 然後去拿了一個律師 然後去開了什麼律師事務所 你去提這一些 跟我們大家認定的蔣萬安的形象 如果不一樣才會有衝擊嗎 如果大家認為是一樣 那他們就沒有衝擊 對 因為我們說這個 既然藍營王鴻輝說 這個不要打負面選舉 但偏偏國民黨最近好像都在打負面選舉啊 包括就說這個所謂的黨疫苗 我們看衛福部在昨天晚上也特別把這個公文拿出來啊 那時候還在催促這個民間單位說趕快補資料啊 所以根本沒有黨疫苗這件事情啊 但是就如同王鴻輝所講的嘛 自己在打負面選舉 然後說別人在打 然後又說要打這所謂的四道菜 完全都是在編造故事嗎 敬平議員 你看了這個台北市的這個選舉 是這樣的打法嗎 藍營這樣打 其實也都是被一一的打臉啊 不會啊 其實王鴻輝的說法 每次選舉都會出現很正常 那現在王鴻輝講這個 打蔣萬安的四部曲 有這個四大菜之類 所以這都說明了 一個選舉的一個陣營 他可能會覺得對手可能會打什麼東西 我就要提防 民眾自有他的想法 我們也沒有辦法去改變 因為我要特別提一個 因為郭台銘最近也是被拿出來啊 就是也是那個偏欄的媒體 你就說郭台銘也是在去年 要採購疫苗的時候呢 被逼所謂的要去簽那個 所謂的不選2024的總統承諾書啊 那後來呢 今天又有訊息就出來說 郭台銘在去年採購疫苗前呢 他自己有親筆寫給蔡英文總統 他裡面有提到就是說 他沒有要選2024總統的企圖啦 所以簽記者說法 恐怕是額傳啦 所以呢 歐梁死鬥 變成是民進黨要逼郭台銘簽喔 我的瞭解是 我聽到的消息 我剛好昨天有問到一個當事人 應該是沒有這回事情 所以我看到是柯建民在協助他們 有關於授權書的釐清 認定是真還是偽 是真的還是假的 政府需要什麼 還需要哪些文件 他中間扮演一個橋樑傳話 然後郭董再請他回去 跟蔡英文總統講什麼 後來柯建民再跟郭回報 然後再請郭說 要不要直接去跟官邸 跟那個總統見面 諸如此類 後來大家都看到新聞 新聞都有 我看到的是這個過程的往返 那聽平的說法就代表 政府沒有阻擋疫苗嘛 然後郭台銘也沒有被民進黨簽什麼 要什麼不選總統承諾書啊 為什麼會有這個所謂的 又開始在吵說什麼工商 工商大佬 然後被這個行政院阻擋 然後呢 根本就是政府在擋疫苗 然後國民黨團又 打折水棍上 到底是誰 就是因為這個慈濟的執行長嘛 他突然跳出來講說 哇當時候的狀況 那這個時間點講這個一定就會被做文章嘛 所以為什麼衛福部要在這個時間點 又把這個公文 公文拿出來嘛 而且這個公文是8月9號 基本上還有一個7月2號的 這個就是當時候他不斷的提醒 地方政府或是企業 你如果要申請專案 要讓這個疫苗 外國的疫苗 國外的疫苗進到台灣 你必須要有幾項的條件 八大條件嘛 八大文件嘛 這個東西都寫得非常清楚 在整個政府的網站當中 都寫得非常清楚 結果他如果不要插衣嘛 不要插衣 自己就說 你看政府把我們抖嘛 他原廠授權你都拿不到 而且要特別講一下 衛福部是公文提醒的 這家公司在桃園喔 沒錯 也是偏藍營的一家公司喔 沒錯 對不對 所以我們今天都不講說 這一家公司的背景 因為這一家公司就是幫 當時候好幾個地方政府 當時候不是好幾個地方政府 我說我自己要搬五省 我要來買 好 阿公要很大聲 那他委託這一家公司 好 你委託這一家公司 那你公司就要照補來嘛 你不可以說 他打他要走進去 然後呢 我們政府要負擔的是 我們人民的健康 疫苗是打到手裡面 整體裡面的 如果今天打進去 你沒有原廠的授權書 我不知道你這個疫苗 從哪裡來的 從哪裡製造的 因為那時候有詐騙 有前客 沒錯啊 韓國不就有市長被騙 沒錯啊 那你打進去 萬一造成人民 誰要負責 所以他當然要審核這些資料 政府才能有所謂授權的EUA嘛 這個EUA完了之後 你進到台灣來 如果萬一有什麼樣的 一個所謂醫療的問題 政府才能做一個保障嘛 否則如果沒有政府的 這個緊急授權 根本沒有哪一家正派的民間疫苗公司 願意把這個疫苗賣給台灣 這就很清楚 而且疫苗總長是只跟政府打交道 他不會去賣給民間公司 為什麼 因為跟政府 政府會有EUA授權 也就是說如果今天到了台灣 有什麼問題 政府會給你相對的保障 這就是為什麼民間要跟政府嘛 所以為什麼今天郭台銘 去談了之後 談了之後最後還是要政府啊 因為你沒有政府去做這樣的一個背景 他沒有辦法去做這樣的處理 所以我覺得今天是誰在救援從草 是誰把整個大家的努力一路來 疫情指揮中心的努力 現在要踩在腳底下 是誰 是因為陳時中今天要選舉 然後你們就追著他打 那最好笑的是 蔣萬安 我想我今天要跟蔣萬安說 如果你是立委 你還搞不清楚狀況的時候 請你回去把公文書調清楚 他今天講 他講說這個 所謂的不投降承諾書 他覺得很白癡 對不對 好 我必須說他裡面還講了一個 他說 根本民進黨都在打假球 在講抗中議題的時候 那時候還有民進黨立委提案說 要修憲 將現行中華民國憲法徵修條文的前言 為因應國家統一前需要 修改為為因應國家發展之需要 然後國民黨不當煞車皮 配合一讀通過 結果最後是民進黨自己撤案 所以民進黨說要反送中 根本是喊假的 我鄭重跟蔣萬安抗議 因為不好意思 這個提案 修憲的提案就是我提案 你提到 就是陳廷飛跟我們正國會幾位委員 一起提案的 這個案子是你們國民黨活生生 在一讀的時候就把它拉下來 你們把它否定掉 你們根本不讓它進到二讀 我還去找當時候你們他們的黨邊 我去拜託他們說 你們總是讓它可以進到修憲委員會去談嘛 你們為什麼連進到修憲委員會 你們都不要 你們都不敢面對 為什麼在一讀在立法院 在議事規則的時候 你們就把它擋下來了 所以這個是你國民黨擋下來的 不是民進黨撤案的 我陳廷飛跟幾位正國會的委員 正式提案的 我當事者都沒有撤案 請問誰撤案 所以我認為蔣安 你根本就錯誤的資訊 然後你在污蔑我們民進黨 我認為你要道歉